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豪儿倩周一 在阳光普照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市场波动很大 今天大涨了470点 即上周五大跌 持续的波动上下摆动大 虽然川普总统确诊COVID-19 市场的波动显而易见 所以你自己操作投资的脚步 一定要小心而谨慎 特别进入10月份又遇到大选 所以这一次川普总统确定 能够得到病情 到底对股市行情有什么影响 股票到底怎么走向 主播我有三点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 短期内短线操作波动一定大 从上礼拜四晚上公告 川普总统确诊当晚 Future大跌 但是隔天又大涨又大跌 所以一定要小心而谨慎 短线一定有大波动 第二 在消息面 忽好忽坏 甚至影响第二波疫情的来到 都会在消息面有震荡 你也要小心而谨慎 第三 似乎整个市场的走向 市场的焦点 还是在刺激经济计划的前 有没有下来 到底是2.2兆到1.8兆的中间版 让两党都能够合一 提出一个好的价钱 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及时得到救助 所以似乎钱又比川普的病情 更加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技术面短期操作上架摆动 从消息面风风雨雨 到基本面前最重要 在在都证明 10月份你一定要小心10月的旌旗 因为10月份摆动 历史上告诉我们都非常的大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倚靠上帝 心里向往习安大道的人 这个人便为有福气 愿上帝赐福川普总统夫妇 少一点康复 也祝福你的投资 韩文倩程少豪 周一在阳光普照的一个computer plaza 跟大家来报导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